人的意志和神的护理 这个很复杂 而且这个问题里面 不管是人的意志和护理的问题 还有后面就是涉及到 无法摆脱困扰 护理包括万事照顾 这个就是我们对神主权的 护理的理解的问题 人的意志和护理之间 到底我的本分还是神的干预 我就想用这幅话跟大家讲 这幅话里面 大家能看到这个石头吧 那你能看到这个光吗 石头和光区分开来 石头和石头光和光 但是又没有办法区分 为什么 石头完全被光普照 我们的意志就好比石头 或者其他的草 我们完全被神的护理包围着 但是上帝复为我们的意志的自由 大家要注意 神的护理和神的主权 神的永恒的预止也有关系 但是神的 人的意志是在神的护理当中 但是人的意志不是机器 不是这个人工智能 设定的程序里 按照一定的规则 做一次元 二次元 三次元 几级的反应 这个级别越多 越智能 对不对 好像自主一样 实际上他都有他的游序规则 所以一旦触发这个机能 他就会按照他设定的 这个几级的反应 他最终做出反应 好像是自主的 但是都是有程序的 人的比较复杂 人有人格 但是上帝用他主权的护理 永恒的计划 包罗了人的自由和意志 但是人的意志里面 除了神神秘的干预之外 还有神明显的 福音和律法里面 启示的命令 这是启示 特殊启示 还有一般启示里面 上帝放在人良心里面的 道德标准 或者是一般的常识 普遍恩典里面 赐下的一些知识 所以大家考虑问题的时候 学系统神学的时候 虽然分科 学什么普遍启示 特殊启示 学神的主权和人的意志 自由 学什么护理和预知 好像是都是碎片的 但是你发现 这些知识都是综合 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诸多的要素都在产生 当人用他的意志的时候 这个意志不是独立于人格的意志 是有思想 有情感的 有良心的 所以我们说 人堕落的时候 考虑意志的时候 不能独立考虑意志 什么自由不自由 意志受他的本性约束 他整个人本性堕落了 所以意志 他就不能说自由 因为他的意志的决定 受他的本性影响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 人在决定思考的时候 你不能独立考神的 这个拽着某个木偶的那根线 意志的问题 这个主权护理的问题 还有我们人 我们的心智 我们受普遍启示 良心的作用 或者是一般的知识的作用 还有我们对神的特殊启示 律法 福音的知识的知道 所以综合起来 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作用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意志 绝对不能越过神的主权 神的主权也不抹杀 我们当今的本分 上帝透过一般启示 给我们的责任本分 常识 上帝透过特殊启示 救恩的知识 律法和福音当中 告诉我们的本分 不能让我们躺偏 所以我们要积极地 顺从神的话 但是就涉及到了 我应该顺从的本分和责任 以及我无能的现实 所以我们要顺从 但是我无能 怎么办 谦卑依靠恩典吗 所以要祷告吗 所以要依靠神吗 这样我不能 但是上帝给我恩典 让我依靠神的恩典 当然我说的是基督徒 然后顺从神的话 所以奥古斯丁 对这个恩典和意志 总结的特别好 他说上帝要求你命令 你所愿的 你所愿的命令我 然后你所命令的 赐福 赐我你所命令的 什么意思 上帝所愿的他命令 他命令的我的本分 但是他求 求你赐我 你所命令我的 什么意思 上帝的旨意 借着命令显明出来 我们有顺服的责任 但是求你赐我 你所命令的 意思就是恩典 我无能 但是求你使我能顺从你的面 这就是信仰 废话不多说 我就停这了 自己误 够经典了 奥古斯丁总结的非常经典 所以教父们的话 短而经 后 现代人的作者 围绕他一个词 写一本书 你啃了半天 你也抓不着主题什么 多读宗教改革时期的书 优先次序是宗教改革 特别是加尔文的书 透过加尔文去认识教父的作品 因为加尔文很好的一个解释和指南 如果你直接读不懂 宗教改革后期的什么 十七世纪的这个清教徒 或者说这个正统派 改革 改革派正统主义 他们的很精炼 哲学性也很强 但是比较硬 那读加尔文的就比较 不会让我们容易骄傲 至少他这个 喂养我们灵魂 让我们时刻谦卑 这个要素是后来的书籍不太有 清教徒的书 当然不是所有清教徒 都是正统改革宗 有一些什么惠众教派 有一些倾向于阿弥念 律法主义的等等 那他们的书呢 普遍也是有这个特色 读他们的书里面有教义 读他们书里面 让我们敬拜这种要素 当然往后期呢 就越来越入 所以我鼓励图 宗教改革时期的书 和教父的书 原因就是这样 不然的话 国内就会出现那些 读了一点东西 就互相定罪 互相咬 然后变得骄傲的那样的人 原因就是 他们大部分都读后期的作品 后期的作品 缺乏那种 敬虔的那种要素在里面 越读脑袋越大 认识真理的内容本身 是需要的 整理清楚 越往后可能越细越清楚 但是 如果这个人本身 没有被神造就好的话 这些东西 他消化不了 他就变得 颠狂起来 就变得 这个脖子硬起来 眼睛跳起来 所以 墓会的过程当中 读的话 不容易谦卑 因为你所有的骄傲 教会就让你谦卑 你的信徒就让你谦卑 因为墓会的时候 你不死 你是墓不了会 除非你就变成教皇 要么就是教会被你搞黄了 所以你要想教会健康成长 你传道人必须得死 信徒不怪你 信徒不会怎么样 信徒会让传道人变得成熟 所以我这个人比较个性强 在信主之前 我就意识到了自己这个 有问题 自己不足 但是信主之后总想改 改不了 虽然信主之后改了一些 但是最让我改得多的是墓会 墓会让你跑也跑不了 这个就在蹲在那 然后去面对 逃避不了 像夫妻一样 结婚和墓会 两个让我成熟 两个都逃不了 没法逃 让你甩不了耙子 只能在那继续做 继续做 唯一的出路是你死 你去否定自己 你去改变自己 然后事情才能解决 所以神学不能脱离现实 脱离 教会脱离现场 不然的话 神学真的是 原有的营养就缺失了 就变成这个 让我们骄傲的问题 我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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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在用这个